我们在上节课程中将这个窗口变大 它下面会多一个滑杆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按住鼠标左键 选中这根滑杆 将它向右边移动 你发现 那么在项目窗口中 它会显示很多的素材信息 在最左边 它会显示当前这些素材的帧数率 那么都是25帧 然后我们向右边移动 你可以看到这个媒体的一个时间 包括它的殖余时间 像这个时间是9秒18帧 那么这个时间是10秒05帧 这里面都会显示 再往右边会显示它的视频信息 也就是它的一个分辨率大小 然后还有音频的信息 那当前我们想对素材进行预览 只需要选中相应的素材 比如第一个视频片段 我们选中它 双击鼠标左键 当前就可以打开圆窗口 圆窗口就是专门用来预览素材 可以对素材进行初简的操作 当前这个窗口显示有点小 我们点击这个工作区右边的三个杠 然后重置为已保存的布局 如果我们现在想对这个视频进行预览 你可以点击中间这个播放暂停的命令 或者我们使用键盘中的空格键 那当然需要你在这个窗口单击一下 将它激活 然后使用空格键来预览素材 就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来预览素材 然后再次按住空格键 或者点击这个播放的命令 那么素材就会停止 然后上面会显示 我们预览的时间点 当前这个时间是在四秒时针 我们将那个窗口变大一点 这个素材的时间是9秒18帧 按住空格键 你可以将它预览完成 这个就是正常的暂停和预览素材 我们来看其他的视频片段 比如第二个视频片段 我们双击鼠标左键 也可以来预览 或者其他的视频片段都一样 那如果有些素材特别长 你像这个视频素材是17秒钟 你拍摄的视频素材可能是几十秒 甚至是几分钟 如果我们从头到尾来预览素材 就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如果素材特别长 我们可以加速预览 或者直接移动鼠标左键进行预览 比如当前我们按住空格键 来预览素材 同时你按住L键 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素材就进行了一倍的加速 那么按住两次L键 它可以两倍的加速 我们来试一下 当前这个播放它就会更快 如果你想更快的预览素材 你也可以按住四次L键 那除了使用快捷键 来快速的预览素材之外 我们也可以直接按住鼠标左键 在这个素材上直接拖转 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来预览素材 当前这个视频片段 它是十秒钟 按住鼠标左键不松开 直接来拖转 当前素材就已经预览完成 当前这个时间点 它是在结尾 我们可以直接在下面 使用一些相关的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转到入点 单击一下 那么它就会快速跳转到这个素材的开始 因为现在视频片段 我们还没有给它添加入点和出点 所以你点击这一项 转到入点 或者点击跟它对应的 转到出点 那么它会转到这个素材的开始和结尾 我们再来换一个视频素材 像这个视频素材特别好看 那我们直接点击转到出点 那么它就会快速的到视频的结尾 转到入点 转到入点 就快速的到视频的开始 然后在播放的左边 也就这个工具 它会显示后退一帧 更大对应的就是前进一帧 我们单击一下 这个时间就会前进一帧 然后你不停的单击 这两个工具主要是帮助我们更加精细的剪辑画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预览素材 然后对它进行入点和出点的添加 将剪辑好的视频片段放到时间线里面 先点击转到入点 然后我们按住空格键来预览这个视频片段 前面这一块镜头有些晃 我们不需要 大概是从一秒这里面 给点击这个命令 标记入点 或者我们直接使用快捷键 使用快捷键进行剪辑的操作 需要保证你的输入法 它是在英文的模式下面 我们按住I键 那么当前就已经设置到入点 这一块它会有一个区域 然后按住空格键来预览素材 它是一个摇晃的镜头画面 我们按住空格键暂停 然后点击标记出点 或者我们使用快捷键 O键 I旁边的O键 那么现在就相当于 我们将这个素材的范围进行了设置 这个是它的入点 这一块是它的出点 然后你点击转到入点 它只会到这一块 转到出点 只会到我们设置这一块区域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将鼠标 移动到这个视频的上方 按住鼠标左键 将它直接拖拽到下面的时间轴里面 当前就可以松开鼠标左键 然后在节目窗口中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剪辑的视频片段 那当前在时间线里面 它显示的比较小 我们可以直接按住加号键 将这个时间线放大 可以变化的很大 在时间线里面 你也可以按住空格键 来预览素材片段 那么现在我们就完成了 一个片段的剪辑 然后你可以找到 其他的视频片段 我们都可以来预览 但现在在预览操作 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会将前面这些 没有选中的素材 可能就会遗漏 那现在我们剪辑的时候 你可以将这个面板 单独的浮动出来 我们可以先选中这个文件夹 双击鼠标左键 当前它就会进入到最里面 然后会打开素材箱 视频素材 我们点击它旁边的三个杠 然后找到浮动面板 将这个素材面板 单独的浮动出来 将它拉大 然后在排列方式里面 可以选择图标视图的形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 来预览这些视频片段 然后更好的挑选 我们想要的镜头画面 因为像这样排列 我们看不到素材的信息 我们将它变小一点 不需要显示的特别大 这样不方便 我们的一个剪辑操作 因为我们现在剪辑的是 视频片段 如果你是自己 做一些有趣的小视频 那么我建议大家 先添加背景音乐 根据背景音乐的节奏 进行剪辑 如果你是做专业的宣传片 访谈的节目 或者是大型的综艺节目 那么我们的操作 都是先剪辑视频 然后再添加背景音乐 作为刚了解 Permia剪辑的同学 那么建议大家 可以根据背景音乐的节奏 来添加画面 这样就会更加的上手 在项目窗口中 可以先找到两段配乐素材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这个音乐 它可能更适合 抒情的风格 来听一下 这里还有第二段音乐 那么它的一个 持续时间是 31秒 跟我们相剪辑的一个片段 比较符合 那你可以将这个素材箱 先移动到左边来 我们先将它变小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鼠标 移动到这上面 它会有一个图标显示 紧拖动音频 按住鼠标左键 将它直接拖在到 音频的轨道上面 现在可以按住 键盘上的减号键 缩小时间线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画面 我们在预览声音的时候 大家注意听 那么它这一块 有一个很明显的 音乐节奏的变化 我们剪辑这种风景内的 短视频 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来听一下 在一开始 它的音乐会有一个 清脆的进入的提示音 当前我们可以先 选中音乐素材 然后按住键盘上的M键 就可以给这个音乐 添加一个标记 在这一块 它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我们可以按住M键 添加一个标记点 在这一块 也有一个很强的节奏变化 时间线向后移动一点 然后按住M键 添加一个标记 那后面的操作都一样 这里面我就快速来演示一下 那下面的操作就会更加的方便 我们只需要将剪辑好的视频片段 放到时间线的下面 跟标记对齐就可以了 本节课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课程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